嗨,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老师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呢,进入Google Classroom 好,我们会看到右上角哦,有一个Gmail 我们可以点击Gmail 然后来到一个选择你的email address 还有password的页面 点击你想用的account 然后呢,输入你的password 那我们就来到你的email 那其实你的email的account 是可以让你发送邮件的 也会收到邮件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啊 这个管道 很快速的进入你的Google Classroom 好,我们去这三 这个九个点 然后九个点Google Apps 我们选择我们要的Google Classroom 点击Google Classroom 它就会开新的一个tap让你进入 好,这一面呢,就是 只要你join了哪一些classroom 它就会呈现在这个部分 那好,比方说我的学生 你们都有两个 两个classroom 所以它就会展示 那想告诉大家 其实你可以按着这个文件 然后自己做移动 它就会看看哪一个上哪一个下了 因为有时候呢,可能 也许你会有很多这个classroom的话呢 你想要排线持续 那你就可以移动它再转回去 OK,只要点击 然后呢,移动你的滑鼠就可以了 好,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的是 那一个 我们去左上角哦 然后我们再讲一次 左上角 左上角三个横线 三个横线呢,我们要看的是to do OK,to do 这个to do呢,有什么东西看呢 它其实就是to do list 就是好像夹课表这样子 什么做了,什么还没有做 好,to do呢,就是说你应该要做的 你需要做的 但就是你做了 你已经完成了 因为do是做嘛 但是pass 10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同学呢 他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 那老师也已经批改了 是100分里面获得100分 那如果你已经成交 你在done那里成交了 那老师还没有批改你的作业 那他这边就会显示turn in 你交上了 可是还没有拿到成绩 好,我们回去to do 那你发现到他有分好几个category 首先第一个是missing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missing missing就是你老师安排功课给你 可是你在这个du date 这个截止日期前还没有完成 所以呢,老师没有看见你的功课 那么就是missing了 遗失了,不见了 那你还可以做吗 是的,你还可以做的 好,我们接下去再看看 no due date 就是说没有截止日期的 没有截止日期的 你什么时候做完都行 ok,没有截止日期 另外,不同的截止日期的也有 ok,比方说这个是4月24日之前一定要交的 这个是4月25日之前一定要交的 以此类推 你去看看哪一些是有du date 哪一些是没有du date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是跟你的classroom有关系 在classroom我们有个team的 什么颜色的主题 比方说这个华数科 华文数学科学呢 它的主题颜色是蓝色 这是老师给你标注的一个颜色 那学生你是改不到的 那这个国文和英文是橙色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在功课这个部分呢 它是有蓝色和橙色的区别 让你去非常清楚的看到哪一些是什么工 哪一些是哪一个classroom的 那另外 这个整个to do list都是全部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allclass这里来分辨说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完成华数课的课业 然后过后呢 我才看国文英文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很重要哦 to do还有done的一个list 所以这个影片呢 就跟大家讲这个小技巧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 Google Classroom里面的所有的按键 按钮 OK 谢谢大家